杀人犯摆脱嫌疑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那就是装精神分裂 这集反转又反转的案子 也在柯南的推理下真相大摆 只见灯光亮起 毛利早已下陷 柯南缓缓到来 米花不大 创造神话 其实你根本没有精神问题 杀害小美的就是你 张三一听来尽了 顺势就是一句米花口头禅 你有证据吗 明明是那个隔壁老王杀的小美好吧 求锤得锤 柯南说道 你先让自己挂上嫌疑报 再让我名争蛋替你脱嘴 而你的手法也很简单 你用奖杯抱了小美的头 然后再戴上手套 把顺来的眼镜粘上血迹 然后第二天 小帅来到你家里发现了情况 他赶忙打电话报警 就在这一过程 你把眼镜放进了小帅包里 至于眼镜上的纤维 也是在这一过程带出来的 之后你到了警局 庄宗卖傻说出家里有木偶说话 是木偶让你这么做的 随后到你家的 我发现了扬声器和播放器 那这样一来 你的嫁祸就完成了 虽然张三已经满身大汗 但是依然不承认 柯南轻笑一声 虽然你把手套都销毁了 但是你的木偶依然有沾上血迹 而高木老铁手中的报告 也证实了这一点 至此张三也只能低下头 原来张三也是个苦命人 看到妻子不断地绿自己 帽子一天比一天高 虽然绿油油生活才健康 但是真到自己头上又怎么能人 所以悲愤交加之间 才让自己做了最错误的决定